那一天在台中30萬人聚集 尤其當天溫度非常低 又下大雨 結果大家不離不棄 還是始終在那邊等一個人 其實你知道這種熱情 不只是現場所有人都被感染 我們都知道 韓國一來很多人都哭了 甚至你知道感染到 沒有辦法過去的這些民眾 也被感染到 我怎麼證明他 其實理由很簡單 昨天 中天新聞生喉嚨 你知道一個政論性節目 居然衝到全國第三 收視率1.74 衝到這麼高 前面兩個領先 他其實都是細菌性節目 其他全部都在他後面 然後過去不是很多人講說 韓國一那個沒好 都是只有老人家才會支持你 年輕人都不支持你 結果昨天2549 這些年輕族群你看1.40 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數字 以政論節目來講 所以你說現在是不是 越來越多的年輕人 跟越來越多的台灣人 都願意站出來了 那台中就是一個民政 比如說那天你看 孩子別怕 即使前面地上你寧不堪 由我肩扛著你 一步一步往前走 當然這是人家下了 這樣的一個標 可是你看這個辦法 其實背一個小孩子 下面都是泥土地 你這樣走下去 其實一個不小心 搞不好那個小孩會掉下來 這其實有點危險 但他為什麼還是堅持要走下去 因為你看到沒有 因為前面有光 所以才要向前走 表示他的希望就在前方 所以他一定要跟過去 你看這位伯伯 你看別放棄 不管前面的路多麼艱難 也會陪你走下去 他即使行動不是很方便 也是大家這樣子互相扶持著 一路要過去 想要去看一看 想要去感染那一份熱情 你看現場其實行動不變者很多 然後大家你看那個地上 其實我再強調一次 台中這次聚合的這個地點 其實是有史以來真的是 場地最爛的地方 最爛的一個場地 到處都凝凝 而且又下大雨 你看直接淹水淹在那邊 可是大家就這樣走過來了 就是不管怎麼樣 我就是要堅持在那個地方 然後你看坐在旁邊的我 看著亭潭的長者 我眼眶泛紅的在台中市 因為你知道這個伯伯 當天晚上氣溫只有18度 你知道又冷又下雨 你知道老人家身體 稍微虛一點的話 可能會承受不住 可是這個伯伯沒有想要走 他還是坐在那邊一直撐著 他就是在等一個人 就希望看到韓國瑜來 因為韓國瑜帶給了他希望 你看這些人 他們也很有趣 直接把腳伸出來 你看你另又如何 我們又有一雙愛國的雙腳 這就是所謂的 你看明星 明星士氣就在這一個地方了 你看腳髒了可以洗 總統髒了要再苦四年 腳髒了我們隨時可以洗 身體髒了回家洗個澡就好了 可是如果總統真的髒的話 豈止再苦四年 因為過這四年 搞不好台灣已經沒有未來 因為是全民苦 是 所以我覺得 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點 才會有這麼多人願意站出來 你看只有中華民國的保衛者 才有這個水準 雨再大腳踩爛泥巴也要挺 晚會結束自動自發 幫忙收椅子收垃圾 地上看不到一點垃圾 民進黨你辦得到嗎 那個地上不是一般的水泥地 或什麼 那是在泥泥裡頭 都是泥巴 你要去撿垃圾是多麼辛苦 我們看到綠營的這邊的 他們結束的時候 工作人員會去撿 我相信 可能一般民眾屁股趴趴走 便當吃完不知道要等什麼 可是你看這邊都自動自發 還去協中上擺椅子 怕被你們在亂講話 因為過去這段時間被講的話 實在太多了 這個小孩現在已經戳到 我看快變大砲了 你看過去這段時間 南港的房子案 然後他自己 自己越附加的殺死案 什麼王小姐案 一下奇奇怪怪的東西 全部都來了 然後你看這個打馬漢獎粉絲團 怎麼樣檢舉他就是不會下架 然後他還在酸 剛在台中造勢直接罵髒話 這種水準想當總統 你確定那個髒話 真的是他罵的嗎 你確定那一聲真的是他講的嗎 任老師你沒有確定 為什麼你們都可以說出來 我真的是非常佩服你們 然後假消息 這個政府好像對這一些 綠營的粉專從來不查 然後最近有彭文正 他又公布了一個奇怪蹊蹺的地方 2016年的選舉公報 跟這次的選舉公報有一個 不一樣的地方 你看他直接拿來做比較 這是2014任 這是15任 15任的時候多了一句話 如有不實請候選人自行負責 多這句要幹嘛 這個是要去做什麼文章嗎 是要去說他燈載不實嗎 是什麼樣的一個東西嗎 你為什麼特別要 其實我們選辦法本來就有規定 你如果燈載不實的話 你本來就要負責了 所以你何必去寫這個東西 過去也沒有寫 為什麼這次特別要寫 你到底想要做什麼事情 你想要影射什麼東西 王定宇委員又來了 你看什麼關天下 辯秋豪 你看愛護眼睛很重要 因為他說韓國瑜你看這個姿勢 你看他那個儀態不端莊 人家在辯論 還一式拖鞋戳腳 你確定這真的是這樣嗎 你要不要整個清楚了 看清楚那到底是什麼東西 你再來確認 你看到沒有這是什麼東西 黑黑的 對啊 原來這旁邊是他的一個 公式包資料袋 大家有沒有記得 選舉到一半的有一陣子 韓國瑜突然消失在螢幕上 為什麼 因為他下去拿資料拿手板 所以他旁邊有一個資料袋 所以就說那是資料袋 所以這個其實是資料袋 根本不是他的鞋子 他只是把腳抬起來 所以說是在戳腳 我想你在裡面 站了一段時間之後 腳可能有點痠或是幹嘛 人想要動一動 我覺得很正常對不對 那你一定要說他是脫鞋戳腳 拜託你是不是要看清楚 要確認之後再講話 用這種儀式的東西 反正綠營的人 怎麼樣放這些消息 錯了就錯了 我也不需要更正 我也不需要解釋 反正一定要會有很多人相信 就是這樣子嗎 難怪現在有很多民眾在疑心 疑心什麼 因為你知道選舉快到了 到現在還沒有領到選舉公報 發生什麼事情 我自己也還沒領到 立冠我不知道你領到沒有 我也沒領到 燕營領到沒有我不知道 都沒有 很多人就說在疑心了 到底是不是中間 又被人家做什麼手腳 因為李信勇去當中選會主委 大家都很害怕 當然所謂的正確資訊 依法於投票日兩日前 送達選舉區各戶 所以至少最晚的期限 就是在投票前兩天 你一定要收到 如果收不到的話 那就是有問題了 大家要注意了 我必須說這一連串的下來 尤其台中這一場 真的讓整個世紀起來 接下來你看 1月4號台南 1月9號首都凱道 然後1月10號 最後選前之夜大會戰 這一波世紀 如果能夠衝上來的話 大家想想看 未來到底會是什麼樣 看他在最後的這一波世紀 要衝起來 當然要靠所有的人民的 有熱情的心一直衝下去 才有辦法把整個世紀 再衝得更高 世紀要衝得更高 其實這支持的群眾民心 很重要了 馬上要帶你來連線的是什麼 是當天在台中 那個所謂的泥巴站 很多人站出來 畫面的右手邊就是當時 也在現場參加台中造勢的 黃小姐 母女 黃小姐 您好 大家好 妳好 當時我們會注意到 您的聲音是因為 您也主動的PO文 到了臉書上頭 你說這一天很重要 特別的是 你還要帶女兒去現場 很多人就要問了 為什麼特地想要帶女兒去現場 希望她感受到的氛圍是什麼 希望她能夠理解韓國瑜的 又是什麼 其實這一天是 其實是她腰舞 其實一天是她自己跑到平跳 然後腰 她是她腰舞曲的 並不是我太差距的 所以我也很驚訝 我就想說 她是年輕人 既然她跳過 就想說好 那見得到是我已經參加過幾趟 那我就想說 那她既然想開始這個活動 我就想說很好 很好的機會 在她感受一下現場 這種愛國的興奮 所以當時她想邀你去 是她想要看看韓國瑜嗎 她有看過韓國瑜的現場造勢嗎 還是說因為現在年輕人總是有個氛圍嗎 好像認為韓國瑜跟這年紀大的長者 比較近一點點 年輕人想看她是什麼樣的心態呢 她倒沒有說一定要看韓國瑜 她只是想感受一下這個 造勢場合的這種氣氛 所以我就想 這是很好的機會讓她去感受一下那種 群眾愛國的熱情跟魅力 現場的感受怎麼樣 因為都是泥巴站嗎 剛開始倒是說真的是 因為下雨下的一天 然後心裡又有點愛 變怎麼會這樣子 這麼偏要不做 然後大家都這麼辛苦 這麼熱情 這麼愛國 然後可是我們 我女友她還是堅持說 這樣我們就來了 我們就一定要參與這場活動 所以我們就買了衣鞋套 然後就這樣子就入場了 我們大概4點就進床了 然後就大概一起搬戶這樣 所以你坐了5個小時 你已經知道現場是泥巴了 你還願意走進去啊 這違反人性耶 因為很多人說 那樣子看到那種狀況回家啦 我們還是很狼狽啊 我們其實全都爆湯啦 可是我們是搬高鐵來的 而且我女兒的她很期待 所以我在裡面 我也要跟她到時候這樣子 所以回高鐵的時候 回台中的時候 回高雄的時候 整雙腳都是髒的 但是心裡頭的感受 會是暖的這樣嗎 對 我有私女兒 我女兒也很開心說 她很 很開心有參與這一場 革命的盛會 那你那個妹妹要去感受一下嘛 那感受完了 心裡頭的感想是什麼 嗯 就是特別感 因為就是我 這是我人生第一張選票 然後又參與了這場 特別激烈的一個選舉之戰 然後我從來沒有就是 想說要參加造勢啊 然後特別想要藉著這個機會就是 感受一下人民愛護的心靈 然後 就雖然那天天氣不是很好 但是我就想說我來了 就是我有佔領一個目的 然後我一定要去感受 雖然我心裡有一個觸動 所以我就堅持一定要參加這個活動 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很感謝媽媽支持我 然後也帶上我一起去感受這個活動 很多年輕人啊 好像說支持韓國瑜會 不敢說出口 你有感受到這樣的氛圍嗎 去完之後 你打算怎麼跟你朋友說 嗯 是有就是 或者說就是同溫層的年層來說 確實是 比較多是支持 反方的 但是 嗯 我覺得我是比較 可以客觀性的角度 去跟我同學 他分正直的人 所以 我只是覺得 就是台灣反正就是跟社會 所以 我不會像 反方的人可能會想要堅持 我一定要和他們一樣 我就只是覺得 我的立場我覺得是怎麼樣 就怎麼樣 然後客觀跟他們陳述 所有事情的始末 所以我也不會跟他們說 誰一定比較不好 我就是覺得 既然你覺得怎麼樣 然後我也覺得怎麼樣 那就是我們尊重彼此的 你分辭 嗯 好 好 謝謝黃小姐 媽媽跟女兒 兩個人很好 台灣最主要就是民主 自由 大家可以各自表述自己 心裡頭的想法 而且重點是年輕人他們願意 把自己心中的話給講得出來 而不會因為受到他自己的 同溫層裡面的人的影響 而很多事情悶在心裡面 不把他講出來 對 重點是 你要能夠不畏懼的說出口 如果說在昨天的這個收視率數字 25到49 這是所謂相對的年輕人 都能夠接受 也很關心這樣子的一個消息的話 表示他們其實對於這樣的訊息 他們是希望能夠 更進一步的了解的 淑偉 我們其實在很多年輕人 說不敢說 怕什麼 怕說 講出來支持韓國瑜 好像認識 不敢說出口 為什麼現在他們會有這樣的氛圍 像剛剛那位同學 他說我就是第一次投票 我就是想要了解 那樣子會讓人家覺得說 你現場看到的年輕人多不多 其實我21號跟29號 高雄跟台中我都有去 21號的時候 因為那個隊伍組隊伍才太急了 所以我幾乎都走在外圍 那一次我就非常訝異 第一個 我看到很多年輕人 第二個 我看到很多年輕爸媽 我還看到有那個媽媽 抱著一個 大概兩三個月的小朋友 有這麼小的小朋友 對 很小很小 好小一個 好可愛 然後所以那個夫妻 當然就很年輕 因為小朋友還那麼可愛 21號那天天氣很好 在高雄那一天很好 對 所以我那時候就問他們說 Baby還那麼小 天氣這麼熱 你就帶他出來走 他說因為我要為下一代 所以很多有下一代的 他就更在乎說 明年的選舉的結果 對於台灣 對於未來台灣 他們下一代的生活環境會是怎麼樣 所以他們那一天走出來 那是21號的氛圍 我已經看到說 好多年輕人 當下我就很訝異 因為我以前也是會接受到 就是一些媒體 特地媒體的洗腦說 這次韓市場是不是比較多 是中老年人的 可是21號那一天 我已經看到一個不一樣了 然後29號那一天 我是下午2點就到現場了 我一直到快要7點才離開 我到現場的時候坦白說 真的也都是大概 滿多40歲以下的 其實大家只要去想 那一天的氣候這麼惡劣 年紀比較長的 他真的沒有辦法 從下午一直待到晚上 有辦法有那個體力 跟那個毅力的 真的也是要有年輕人 才有那麼多 所以其實那一天 我也看到滿多 就是大概有40歲的 也有30歲的 也有20歲的 就像剛剛那一對母女 這樣子的也有 那一天的情況 雖然我覺得現在每一個人 說起來都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的鞋子通通報銷了 我們通通淋雨 可是我們還是一定要堅持到 那個時候 不過我不諱言的說 我們會覺得說 這是韓國瑜的年輕人 比較少的原因 是因為不敢表態 因為會被霸凌 會被羞辱 會被恥笑 為什麼要這樣 為什麼不能像剛剛那個妹妹一樣 這麼理性 這麼溫和呢 你就去支持你的 我就支持我的 為什麼支持另外一個候選人的 支持者 年輕支持者 就要這麼強烈的去羞辱 另外一個候選人支持者 導致說很多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在年輕的時候 都是很在乎 同儕團體的觀點 年紀越大以後才越會說 我有自己獨立判斷 我有自己的個性 我在20歲的時候 我也非常care說同學說 大家應該聽過一句話就是 你小學的時候都是老師說 到了國中以後 國高中你就是同學說 等到出社會就是我說 因為你有自己的主見 所以在我們年輕的時候 其實同學的觀點是非常重要的 只是我就像剛剛那個同學 不明白的就是 為什麼我們另外一個 蔡英文的支持者的年輕朋友 你們的攻擊性要這麼強 強到說別人說要支持韓國 也會說支持頌府 你們就要去霸凌